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妖耳软心活 一想不打仗总是好事 好吧 那意思就准备让杨亲呢 去 杨亲刚一转身 武将班中走出一人 大王 末将不才 愿随王家千岁同去 哦 杨妖这一看 说话着非是旁人 驸马爷武上志 前辈叔咱也说了 武上志小伙子 也漂亮 也有本事 杨妖把自己的女儿公主啊 许配给武上志 所以武上志现如今是驸马 武上志也说杨妖当人高兴 哦 贤婿要去 那再好不过呀 两个人 总比一个人力量大呀 好吧 那你就陪你 叔叔同去 杨亲是杨妖的地 所以呢 武上志得管杨亲叫王叔 杨亲一听 心里就一翻个 我去谈州是有目的的 我是见岳飞请降啊 我要把方阵 洞平湖这点事情 得跟岳飞 和盘拖出啊 他跟我一块去 他 那是杨妖的人 他是杨妖的姑爷 他去 我还怎么说话呀 可要说再想阻拦 那不可能 你这一说话 说不让驸马去 那杨妖该怀疑了 你为什么不让驸马去 难道说你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目的吗 那硬小失大 所以说呀 杨亲没办 好吧 那武上志和杨亲 两个人来到谭州 书以简洁为妙 有人禀报岳飞 岳飞 传令 赵剑 两个人来到帅府以内 见岳飞 攻身失礼 岳飞一问 说你们二位 来见我 咱们是敌我双方啊 你们 有什么来意呀 杨亲报忘 武手 袁帅 是这样 我二人呢 奉我家大王之命 前来讲和 您看 大帅 双方这一打仗 生灵涂炭 得死多少人呢 不如啊 两下里西兵霸占 因为这事是我们提出来的 我们呀 多给金银财宝 多给粮草资重 只要您能退兵 洞庭湖这一带 平平安安 不再打仗 我们呀 也就知足了 岳飞一听 一声的冷笑 你二人好大的口气 想那杨幽 米粒之柱 也放光滑吗 洞庭已是弹丸之地 杨幽 不过风中之草 说完就完 你们还有条件 跟我讲和吗 来呀 把这二人给我 拿下 一声令下 刀出手 望上一围 马尖头拢二倍 把杨亲和武尚志 两个人呢 绑上了 岳飞一下令 蒋二人分别囚禁 待我捉到杨幽之后 一并问斩 令出庐山岛啊 好 刀扶手 推推嗓嗓 把这二位子 就推出去了 各位 您听方才岳飞 传的这道令 有玄机 讲此二人 分别囚禁 按理说 一块来的 俩人 一个目的 那么要绑 一块绑 要囚禁 一块囚禁 俩人关在一间牢房里 不就完了 哎 估计 岳飞 让分作两处 为什么 岳飞明白 杨新此来 肯定是有其他目的 之前 他献地里读 让我军轻而易举 打下舌盘山 他是有意归降 大宋朝 那么今天 率府之上 说的这番话 定不是他心腹之言 所以说 讲这两个人分别关押 书说简短 到了晚上 定经时分 岳飞 点手把张宝 换过来了 你去 把杨新呢 单独的 悄悄的 请到书房 这就是岳飞的目的 两个人分别看呀 这时候呢 单请 杨新 张宝到牢房 把杨新 带出来 带到书房这儿 果然呢 不比白天了 这儿书房以内 就是岳飞 跟岳云 父子爷俩呀 一下 好 杨新呢 就放松 说元帅 我来 可不是白天 说的那堂的事 岳飞一乐 杨将军 本帅自然知道 所以银业之间 把您请到书房 但不知 因此来 有什么真实的 想法吗 杨新呢 就说了 说大帅 您有所不知 现如今 军事区员工 大白 五方阵 是这么这么这么 一回事 把五方阵 里面的奥妙 玄机 可就跟岳飞 合盘 拖出 岳飞 点点楼 亲说呀 这五方阵呢 也不过 而 没什么难 岳飞心里 这么想啊 脸上不由得呀 可就带出 这么一点 轻视的意思 杨新呢 冷眼旁观 一瞧 悠 岳飞没拿 我说这番话 当回事 大帅 您有所不知 现如今 这座五方阵 可能在您看来 不过儿 可您要知道 这是因为 我们两位 副军事 都阵亡了 两位副军事 要都在 这阵可了不得 哦 杨将军 此话怎讲 我们有两位 副军事 一个叫于尚文 一个叫于尚静 这二位 法术惊人啊 您要知道 一个会做法居神 一个会腾云驾雾 别说了 说那么热闹 不都让我兄弟 牛稿给治死了吗 对呀 要没有牛将军呢 要这两位还在 这五方阵 比现如今可厉害得多 再厉害 有当初文太师 摆石绝阵厉害吗 我 岳大帅 您这够熟的 这书您 这书我把杆 你不知道吗 啊 这封臣我最熟了 哦 是是是 那您这 没问题 多谢杨将军 如实相告 军进洞庭湖攻上军山 大军所到之处 所向披靡 万望元帅 手下留情 能够饶恕小将 一门老小 这是杨亲这一趟来的真实目的 干嘛呀 保护自己的家乡 知道 岳飞 攻破洞庭 指日可待 那么 您杀别人行 我有功啊 我前一番献地地图 这一番说破五方阵 您怎么着 您得把我饶了 而且连带我全家老小 所以您看 您别看这杨亲呢 是杨腰的兄弟 可跟杨腰不是一条心 这兄弟 要想反 这哥哥 一点不知道 您说这不是一如反掌 所以说杨亲这种人 当然 他这算弃暗投明 但实际民一琢磨呢 忽略手足之情 以保自己 这人也够自私的 但不管怎么说 大战当先 危险在即 他呀 也只能这样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家属 岳飞点了点头 拿出一面小旗子了 交给杨亲 拿回去 在自己啊 府门前一插 大军经过此地 见此旗 必不惊扰 有这旗的就没事 杨亲这一听 哦 这是护命旗啊 这么着杨亲算是把自己啊 一家老小 算给保住了 这边杨亲走了 岳飞一琢磨 杨亲跟武尚志 两人懒 杨亲口口声声 可不提武尚志 这里面定有蹊跷 看来两个人呢 叫各怀心腹事 这样 杨亲这儿我明白了 我再见一见武尚志 想到此处 岳飞 让马后王衡 去请武尚志 属于简洁为妙 王衡把武尚志 偷偷的 游打牢房 带到书房 武尚志 来到岳飞书房 一见岳飞 武尚志 双膝跪倒在地 大帅在上 想将武尚志来迟 往元帅恕罪 一句话 自己的目的 显而易见 我也是投降来的 可杨亲不知道 武尚志这样 武尚志也不知道 杨亲那样 所以说两个人 实际上 是各自不知道 各自的动向 可武尚志把这话一说呢 岳飞可以就明白了 他们俩人实际是一世 都有归降之意 岳飞往前紧走几步 伸手相掺 武将军 免礼平身 请起请起 把武尚志 掺扶起来 岳飞啊 刚说再往下问 这嘴还没张开 武尚志本身 已经站起来 猛然间 武尚志扑通通 二次双膝跪倒 呦 岳飞愣了 这还有来两回的 这什么意思 吴将军 这是何意啊 武尚志在这跪 一抬头 袁帅 小将此次来呀 要向您 要向您 建两次礼 方才这一次呢 是功对功 是功礼 名义上是敌我双方 但小将呢 有欺暗投名之意 所以说呢 我是降将建元帅 这是公事 建完这功礼呀 我还得再跟您 建建私礼 私礼 这私礼 怎么讲呢 您在上 岳飞一想 我在这呢 岳飞 站定身形 再看武尚志 跪在地上这一颗头 嘴里可就说了 大舅哥在上 小弟武尚志 见过大舅哥 岳飞这一听 大舅哥 这是打哪吝的呀 大舅哥 我是他大舅哥 那他是我妹夫 我哪来的妹妹 是来个妹夫出来 吴将军 这亲呢 不能乱认 这是打哪吝的呀 您哪 有所不知 小弟我呀 娶的是羊妖的闺女 是他的公主 那跟我更没关系了 羊妖的公主 爱着我什么事 您听我慢慢说呀 虽然说是羊妖的公主呢 但实际呢 他不是羊妖的女儿 他不是羊妖的女儿 他可是您的妹妹 等会儿 我有点乱 他是公主 又不是公主 他是羊妖的女儿 又不是羊妖的女儿 那怎么又 他成我妹夫 这又怎么回事 是 您想知道 这个 他呀 按说的应该管羊妖叫爸 但他不管羊妖叫爸 他呢 可管您叫哥哥 您明白了吗 这里头有伦理根呢 不是 你这这这这 我比羊妖小一辈 这可不长 赖我 我没说清楚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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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事 武尚智把这经过一说 就是前文书啊 咱给您说的 洞房花竹 这公主呢 要杀武尚智 武尚智不明白了一问 公主跟武尚智和盘拖出 怎么回事呢 羊妖的公主啊 这闺女不是亲生之女 是抢来的 因为羊妖过去 战山为王落草为寇 是想马 结果这么一伙人 把这伙人呢 劫财不输 还害命 这一伙人 所有的大人 全杀了 哎丹丹呀 留下这么一个小姑娘 小女孩 因为很小 羊妖 没忍心下手 把她呢 带回来 算作吉女 哎 扶养 长大成人 长大成人 是长大成人了 那毕竟呢 她不是她亲生闺女 再来说呢 当时 这闺女 这女孩 家里的家属 全杀了 留了一个奶妈 没杀 孩子小啊 得吃奶啊 结果到后来 这奶妈 把事情真相 全都跟这公主说了 所以说 这孩子 长大之后 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宋房花竹叶 跟武上日这一说 武上日 大家要替这公主报仇 那这公主是谁呢 她父亲叫姚平章 岳飞的母亲 姚氏安人 这姚平章 正是岳飞母亲的 弟弟 所以说 这姚平章 是岳飞的旧 这么拎起来呢 这姚平章的闺女 自然是岳飞的表妹 所以说 有这么一层表兄妹的关系 武上日 把这番话 这一说 岳飞一听 点了点头 这不可能是瞎话 我舅舅叫姚平章 除了我知道 就我娘知道 再没别人知道 能从这武上日 嘴里说出来 看来啊 杨妖这闺女 这公主 确实是我表妹 因为什么呢 后来岳飞 当了大元帅 岳飞的母亲 姚氏安人 曾经多次派人 去找自个儿的弟 也就找岳飞的舅舅 可到故土原季 找了多少回 没有消息 说这一家的人呢 下落不明了 今天听武上志这一说 岳飞明白了 看来 舅舅 全家遇害 唯独啊 剩下这个表妹 虽然说我们 没见过面 但毕竟是表兄妹 我不能坐师父管 看来她是我表妹夫呢 这也就没错了 赶紧 岳飞 把武上志穿起来 他们二位这说的挺热的 旁边岳云一直嘟着嘴 怎么呢 我这又冒出一姑父了 因为这武上志 岁数不大 比岳飞是小 但比岳云呢 说实在的也大不了几岁 要没有这层亲属关系 武上志归降 在岳飞手下为将 这呢 也拎不着什么 都在岳飞归下为将 那就是肩膀头齐为弟兄 可这一有亲属关系呢 得 这武上志成字了辜负了 岳飞点手换岳云 来 见过你姑父 喝 岳云一看这还闹词这 不见还不成了 岳云到这 公身是礼 书为简洁为妙 岳飞也明白了 武上志也是来归降 杨亲也是来归降 那您二位还捉什么迷藏啊 还有什么各怀心腹事 尽在不言中的呀 来来来 命人去请杨亲 武上志一听请杨亲 武上志面带惊慌 岳飞安慰了 没事 杨亲呢 不多时 二次来到书房 一进来 哟 武上志怎么在这呢 要让他知道我归降 可坏了 杨亲末头要走 岳飞一点手 哎 杨将军 慢歇走 你二人 是一马士 杨亲一回头 一马士 哦 杨亲马上就落了 驸马爷 您 也降啦 武上志晓了 王叔啊 拎下来呢 您是我王叔 可现如今呢 我跟大帅的关系 可比您近 哦 什么关系 那是我大舅哥 我是他妹子 不对吧 不是 你可管 杨妖叫爸 岳飞丁 别提这个了 好 这伦理跟一挂到底 这个不成 来来 您二位 坐在一起 我给您二位讲讲吧 岳飞 谢如今全明白了 好 给这二位一讲 这二位 哦 这才释怀 当夜晚间 那也不能住牢房了 索性就在书房安心 这一夜之间谈谈论论 那就整个把武方镇 镇里边这些事 他就全说了 转过天来 二人告辞 岳飞 也并不管留 两个人回到洞庭湖呢 如何回禀杨妖啊 那自然就说岳飞不祥 哎 我们这趟任务 没完成 杨妖心里不痛 那脸上也不能表露出 一个是兄弟 一个是姑爷 能说什么呀 杨妖闷闷不乐 他这是不高兴 岳飞这边都高兴 评书里永远是这样 一家欢喜 一家愁 敌我双方 有一方面不高兴 那方面必然高兴 没有说这两方面都和和气气 都脸上乐开花 那这二位还打什么劲呢 必然就打不起来 所以说呢 岳飞这边挺高兴 岳飞一琢磨 兵贵神速 别再耽搁了 既然已然知己知彼了 立刻打洞庭 派人约会水军元帅韩世忠 这边派了五个人 哪五位 杨虎 阮梁 耿明初 耿明达 二爷牛狗 派五个人前去增援韩大帅 那位说为什么派这五位 前四位好说 杨虎当初叫太湖王 占据太湖 水性过人 二一位阮梁 您听他这姓 姓阮呐 水不梁山 一百丹八将 阮氏三雄的后人 那水性错得了吗 三四两位是哥俩 耿明初 耿明达 是打鱼的熟身 水静也好 所以说这四位帮助韩世忠呢 理所应当 水战 最后派了一位 二爷牛狗 令水性呢 二爷牛狗 跟那些位天壤之别 牛狗比汉鸭子 稍微强那么一点 到水里能扑腾扑腾 那派牛狗去干嘛去呢 牛狗有那发宝啊 有破浪铝啊 哎 这破浪铝一穿上 别看就是一双草鞋 走在水面之上 如履平地 就这一手 头了那四位都甘拜下风 甭说这四位 阮氏三雄复生 传伙张恒 浪里薄条张顺 又活过来 也拼不过二爷牛狗 所以说 岳飞派这五位 去帮助韩世忠 咱们暂且不提 这五位走了 岳飞那边 生作率辅大唐 众将伺候元帅 岳飞要派令 岳飞那边是陆路 韩世忠那边是水路 水路那自然在洞庭水面上 那岳飞这边的陆路呢 自然要打得做五方阵 岳飞一言心中有数 伸手 游打令箭胡理 抄起一支令箭 张献听令 末将在 小将张献伺候元帅 岳飞 给张献一支令箭 张献将军 本帅并拟 本帅并拟 但 郑怀 张奎 两位将军 率三千人马 打一面搏旗 赢亏赢甲 游打五方阵 正宗而入 不得有 末将尊令 张献接令箭 和郑怀张奎 点人马 不提 紧跟着 抄起第二支令箭 渝化龙将军 听令 末将在 岳飞第二支令箭 给的是大将渝化龙 渝化龙 代周青 赵云 两位副将 也是三千人马 同盔同甲 打一面大红旗 怎么样 游打五方阵 西方而入 不得有 渝化龙走了 第三道令箭 何元庆 听令 大将何元庆 代吉清 施全 两元副将 也是三千人马 打一面造旗 铁亏铁甲 游打呀 五方阵 南门而入 不得有 接着 又拿第四支令箭 岳云听令 而在 伺候副帅 岳云 为父命你呀 与你 王队 张显 两位叔父 也代 三千人马 打大黄旗 金盔金甲三千人 游打 五方阵 北门而入 不得有 第五支令箭 派的是大将 杨再兴 带领两元部将 张力 张用 三千人 打一面青色旗 三千青甲兵 游打五方阵 正中而入 不得有 眨眼之间 岳飞连派五支令箭 余下众将 随从本帅 作为接应 啪啪啪 这刀令太完了 派令是快 各位 两三分钟咱说完了 但这五刀令怎么回事 得给您批奖一番了 这个 在说越全传上 可没给您写 所谓五方阵 咱要先解释这五方阵 五方阵实际上 按的是东西南北中五方 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五行 实际上是五行相克 所谓东方甲以目 西方更新金 南方秉丁火 北方人鬼水 中央物济土 屈原宫啊 是排这么一座五方阵 说到这个五方 说到五行 咱多说几句 为什么呢 就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现如今国家很提倡 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有一个例子 您就能看出 就是古代这个 从一到九 九是单体数字里 最大的数 九最大 到十就是两位数 所以说呢 由一到九 在古代 都有称谓 有专门的称谓 说这一到九 有这么九个词 首先来说这一 写出来很简单 就是一盒 那么一呢 就是一元 不是都是这一块钱啊 哪这一元钱不是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 这是一个整体 有打一点再切分 可就切分出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也就是所谓的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那么由一一分为二 就分成两一 两一 写出来 是两金两的两 仪表的一 说您加儿化孕成不成 不成 念二仪也不成 没有三舅 什么事 所以必须要读成两仪 那么两仪是什么 就是咱们常说的 阴阳 阴阳就是两仪 这是最常用的说法 除了阴阳之外 您比方说天地 有人说天地算两仪 鸡藕算两仪 鸡树偶数 鸡藕算两仪 钢柔算两仪 一钢一柔 百炼钢化作绕枕柔 钢柔算两仪 玄黄算两仪 天地玄黄 宇宙红光 一个是天上的色 天为玄 地为黄 玄就是黑 黄就是黄 所以就说这两仪少 也算两仪 不管怎么说吧 还有的更有哲学 思辨色彩的 辩与不辩 算两仪 这就涉及到哲学问题 所以说这两仪呢 主要通常说法 就是阴阳 由它两仪再往下说 那就到三 就是三才 咱们说天地人 天时地利人和 天地人视为三才 三才再往下 就到四 就是四相 四相呢 一开始 有的说法说 春夏秋冬 四季视为四相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呢 就是东西南北 四个方向 视为四相 但最通常的 一般来说 这四相 因为这相 不是方向的相 也不是这个相貌的相 而是这个大相的相 那么既然是这个 就说明是四种东相 那么是哪四种 就分别代表 东西南北的四种东西 刚才咱也说了 东方 甲乙木 东方呢 为左 就是左青龙 西方 西方 东新金 西方 占右 就是右伯虎 前边为南 南方 丙丁火 所以叫 前朱雀 后边为北 北方人鬼水 就是北玄武 所以就是左青龙 右伯虎 前朱雀 后玄武 这四种东西 视为四相 四说完了 就到五 五就是咱们通常说的五行了 金木水火土 这是五行 六 六就是六核了 这六核呢 这个 评书里还有说 因为有六核腔 这六核腔 内三核外三核 这也有说法 一般来说呢 这个外三核 这叫什么的 叫手眼深 内三核 就是精气神 这样加在一块 这是六核 那么实际上的这六核呢 还跟这还不太一样 六核实际上指的是 四相 加上下 加这两个方位 本来这四相 东西南北 这是个方 东西南北四面 全包裹 那么再加上和下 这儿出了两个 就变成圆的 来把这六个点 圈起来 就是圆的 就成为整个的天地 成为整个的宇宙 所以说这六核实际上 也代表整个宇宙洪光 所以叫六核 接下来就是七星 七星什么呢 就是指上边的北斗七星 什么天玄星啊 天机星啊 天书星啊 天全星啊 玉恒星啊 开阳星啊 遥光星啊 加起来整个是七星 北斗七星 有人说呢 这北斗七星 对应着这人身上啊 七个部位 就是头 肩 手 肘 跨 七 足 这七个部位 就是上映北斗七星 所以这是七 七完了就是八 八呢就是八卦 这也是咱们评书里常说的 前侃更镇 逊黎坤队 这八卦呢 你得能画出来 有这个标记 所以这就有一个口诀 前三连坤六段 离中虚 坎中满 镇养于更复晚 队上 缺逊下段 你熟记这个口诀 这八卦 你就能画出来 评书里八卦呢 就涉皮那就多了 不是说这评书本身八卦 这评书里占八卦的工艺多 八卦刀啊 八卦掌啊 八卦拳呢 这都有 更有我们说书老先生 创造一个八卦柳叶末身棉司掌 这都是我们说书老先生 钻子的词 同林同矮砖 八卦掌 所以这是八卦 八卦呢就是九 九呢实际就是八卦 中间加一个中 八卦占八宫 前宫 砍宫 正宫 迅宫 这是八卦 中间加一个中卦 一共是九卦 所以这是九 九就最大了 所以到九呢 也就基本结束了 那十有呢 也有 那十就不在 咱们传统的这个范围内 十是一个佛教用名 叫十方 十方呢 也就是指 除了东西南北 上下 这也就占六个了 就刚才六格说的这六 再有占升 死 过去 未来 加上这四点 一共叫十方 所以这是佛教用 所以加在一块呢 由一到九 各有各的说法 那么这个五方阵 实际是按五行 所以按五行来说 那他占 东方 比如说 岳飞投一道理 派着小将张宪 打东门二路 那么东方呢 是甲乙木 甲乙木本身呢 是清的 那么刚才岳飞派张宪 您听我说 叫他打什么呢 打白起 银盔银甲 这按和什么呢 按和金克木 因为西方更新金 占白 所以叫以白 克青 这就是金克木 然后 说的是西方 西方什么呢 西方是更新金 本身 他镇里是白的 那好 这边岳飞派一下 派鱼鹤龙 这三千人 打大红旗 同盔同甲 大红旗 取的是什么呢 取的是火克金 红克白 然后是南方 南门呢 南方他本身占丙丁火 他是红的 您都说水克火呀 所以他和颜庆去 长黑起 造起 北方人鬼水 是占黑 所以是冰铁盔甲 造中炮 是黑起 打他的南门 取水克火之意 然后北方 北方人鬼水 他本身占水了 那这边呢 就是岳云 还有 王棍 和张显 这三千人呢 那打什么 打黄旗 黄旗 是土 土为黄 所以说呢 这是取土克水 因为有那么句话 冰来降挡 水来土吻 所以是土克水 最后 中央物济土 他这里边本身是黄的 好 杨戴兴 带张立张用 他们是打青旗 青甲兵 这取的是木克土 所以这就是五行 相克之书 因为没有了两个副军师做饭 所以这阵呢 错起来也就简单了 纯杖着义勇之力 岳飞派的这五个人 张献 于化龙 何元庆 岳云 杨戴兴 是岳飞 麾下最顶尖的 五元上将 所以说 这是岳飞啊 把自己 最王牌的部队 最骁勇的战将 派出来 岳飞 自领后队 作为阶影 与此同时呢 韩世忠 在水面上 发起进攻 消息传到了洞庭湖 杨妖这儿 自然要想出应对之策 那也说想出什么应对之策 杨妖 这边也调兵前将 因为军师屈元公啊 带领人驻守五方阵 屈元公不再进前 那就全得凭 大王杨妖 杨妖一想 现如今 我手下 我信得过的人 就两位了 一个杨亲 一个武上志啊 那得派这二位啊 好 杨妖这一派将 杨亲 看守军山大带 武上志 保护家眷 哎 本王我 亲自带兵争脚 他满以为呢 这令派的非常好 这两个人 一个是我兄弟 一个是我姑爷 这看家啊 保护家属 还有错吗 倒霉就倒霉的这二位身上了 杨妖自己 亲领大兵 杨妖 是水贼出身的 那在水面之上 好 呼风唤雨 他这能力大了 所以杨妖来战 韩世忠 这二位啊 这二位是在水上打的 岳飞那边呢 哎 派出这五路人马 打五方阵 是陆地上打的 那岳飞自个儿干嘛呢 自然是奔他的军山大寨 所以说杨妖啊 这人选错了 一招不慎 叫满盘皆输 岳飞到军山大寨 好 不费一刀一枪 不张一弓一剑 到岸边 杨亲武尚志 二人在这 迎候岳飞打算 拱手相上 好 这二位投钱带路 那您琢磨 岳飞大队人马 直上军山 这杨妖这巢穴 轻而易举 就被拿下 杨亲自己保护他的家小 武尚志 带着公主 亲妇人等 早已然 奔潭州 所有这些自己人 都走了 岳飞这边率令 放火 一声令下 火光在一起 各位 您琢磨 君山真上 就算杨妖这宫殿 修得富丽堂皇 那毕竟 这山上也没多的地 火光在一起 硬红了半边的天空 早有啊 杨妖手下水军看见 杨妖这还跟凡事中党呢 这边水军可就禀报杨妖 大王大势不好 着火了 杨妖回头再一探 这时候 已然有人来报杨亲武上志 双双献山 杨妖顿足垂胸 大骂二则 那也没办法 只能这边跟韩世忠打 岳飞呢 岳飞把军山大寨一烧 岳飞这边就想要奔武方阵 接应武路人马 就在这时候 猛然间有探马来报 报 岳飞元帅大事不好 岳飞一看来的是个远探 风尘补补补 什么事 大帅 现如今 由北国四太子 完颜无珠 率领六国三川 二百余万人马 进犯中原 已到 朱仙镇 岳飞这一听 攘外 必先安内 我这安内还没安了呢 金乌珠可又来了 各位 金乌珠这一来不太要紧 引出来 岳飞举大货五方阵 杨再兴 勿走小商河 谢谢各位 咱们下周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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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